佛说佛弥陀经 有这个人法立体 人好像那个文蜀问 般若经 文蜀啊是个大智的 大智慧的菩萨 他的智慧最大 他也最聪明 只有他这个最聪明的菩萨才能问这个般若的妙意 所以啊 以大智慧的人问大智慧的法 所以这法啊 般若就是一种法 这叫人法立体 人语立体 就好像所说的那个辱来狮子猴经 这辱来说法呀 就好像狮子猴似的 这狮子 是寿中之王 狮子一猴白寿皆俱 所以啊 是吧 狮子猴无畏说 白寿闻之皆恼烈 香香奔波诗却威 千龙寄清声行乐 这狮子一猴啊 白寿皆俱 这狮子一猴啊 其他的寿内都喝的 屁股尿流的 啊 不知怎么样 就趴那儿 人起 起都起不来了 啊 无行动 就又把尿也 就不知道怎么样 就杀出了 又又放屁啊 这个什么毛病都 都来了 啊 这就被这狮子一猴 就喝的这样 因为他喝的太 太厉害 这百寿皆俱 所以他说 佛说法就是 狮子猴 无畏说 啊 无所恐惧 百寿闻之皆恼烈 那一切的 瘦了也一听 这脑就 喝的爆 香香 那个大奔相本来很 挺得住的 你看他 呃 嚼得很有一件 威风的 但是一听狮子吼 他也 没有威风了 他那种啊 呃 好像很有力量的 那种大势力的样子 也没有了 香香斑驳施却威 他也跑了 没有威风 啊 天龙祭天神 心悦 这个 这首天龙八博可都欢喜了 啊 这五来狮子猴经 这是啊 人语力气 而且又有法语力气 法语力气呢 这是妙法莲化经 妙法是法 莲化是语 这是法语力气 看这个 巨族一呢 就是大方广佛花园经 大方广是成佛的妙法 佛就是一个国人 花园 这是以万恒的樱花 庄严无上的果德 所以啊 这是巨族一 人法语都巨族了 这是啊 这个七种立体 大概 这个经啊 立体有七种立体 那么总写来呢 有十二部经 这十二部经 是分出来十二部份 这十二部经 包括 包括 全部的大藏经 所谓 分出来的十二种类 也叫十二部类 这十二部类 是什么呢 第一部 就是长行 长行 就是 由这个经上去 他这个经啊 下边 这一本经啊 中间没有断开 这叫长行 第二部呢 叫什么 就是重诵 重诵呢 就是重复 把它 用这个记诵 再说一遍 令人呢 容易记忆 重诵 还有受记 这是一部 受记呢 就是 先佛给后佛受记 虽然后来的佛没有成佛 那么 先佛 预先给他受先 受一个纪别号 也给他受决 决定 你可以成佛 这是三部 孤起无问 孤起无问 而自说 有的 又有一部叫 孤起颂 这孤起颂啊 和前面的意思 也不相合 和后面的意思 也不相合 那么 那么 在这儿 单独的 也说出一个 道理 好像 金刚经上 也有几个 孤起颂 无问 自说 这一部 阿弥陀佛经 就是无问 自说 因为这一部经 一切的声闻 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切的菩萨 也没有到这种境界 一般的人 念佛这个法门 是给老太婆说的 咱们有智慧的人 不需要 这个法 实际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你 不念佛 你竟达妄想 竟想东想西 想南想北 这些私欲杂念 那这又有什么用呢? 你要能念佛 把你这个妄想 就赶走了 你这个时间呢 你有一个时间念佛 一个时间就不会答妄想 你一天到晚都是念佛 你一天到晚都不答妄想 什么叫妙呢? 能令你这个妄想不起了 不答妄想 这就是妙 这就是妙法 对治你这个妄想 对治你这个散烂 对治你这个贪心 对治你这个恨心 对治你这个痴心 对治你这个痴心 你一句弥陀万法王 是万法中的王 无师 你一句弥陀万法王 你一句弥陀万法王 心仁淡肯 专持念 自如济光不动场 这几句弥陀万法王 这几句话 是我在十七岁那时候说出来的 这几句话 那么你能以念佛 比你静怀想那些坏主意好得多 所以这一部经是最高的一种境感 菩萨都不能请问 不是他不能请问 就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念佛的妙处 所以释迦牟尼佛不问自说 没有人请问这个法 释迦牟尼佛自己就向大家来宣布 来说这个法 所以这个法 不问自说这个法就是妙法 那么有问自说的 有问而说的是不是妙法 也一样是妙法 所以都叫无上甚深的妙法 因缘 这个也是一部 我说种种的因缘 替语 替语 这又是一部 其本事 本事啊 这回者 这回者 讲某一个菩萨的本事 回者 讲某一位佛的本事 回者 讲释迦牟尼佛过去的本事 这本事 这是一部 因为本生也是一部 本生呢 就是在这个金生的事情 我说一部 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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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是四方 广 就是广大 这也是属于一部 还有未曾有 属于曾有 怎么用有了呢 还有未曾有 因为以前未曾有 现在是有的 未曾有也是一部 还有论意 也是一部 以上啊 所说这是十二部经的 大概的意思 这一部经 主要的 是叫什么人呢 念 南无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念 南无阿弥陀佛呢 因为阿弥陀佛 和十方一切众生 都有大因缘 在阿弥陀佛呀 因地的时候 就是他没有成佛以前 他发过呀 自始八月 那时候啊 他也是一个比丘 这名字呢 叫法藏 这法藏比丘啊 发了四十八个大愿 这四十八愿呢 每一愿都是啊 要度众生成佛的 用种种的方法 来度一切众生成佛 那么其中啊 他就发了一个愿 这样说的 他说呀 所有十方一切众生 等我成佛的时候 他们要念我这个名字啊 也一定就要成佛 如果他们不成佛呀 我也不成佛 要有人吃死神咒者 一切所求 要不果随者 不得为大悲心托罗尼 阿弥陀佛呢 他的愿力 是要奢受一切众生 去成佛去 生到他那个果 度 然后成佛 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啊 就好像那个吸铁石啊 那种吸铁的那种力量 十方所有的众生都好像啊 这个铁 快铁石 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啊 就是这个吸铁石 所以把十方的众生啊 都给吸到极乐世界去 如果吸不到呢 吸不到的时候 阿弥陀佛他也不成佛 啊 所以啊 那么一切众生啊 要有成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 就都有成佛的机会 这一个念佛的法门啊 是三根 普洁 立顿坚守 什么叫三根呢 三根就是上根 最有智慧的人 中根 清堂的人 下根 最愚痴的人 你最聪明的人 念佛 也升到极乐世界去 你最愚痴的人 念佛也升到极乐世界去 升到极乐世界啊 那是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的 以莲花化生 不像阿弥陀佛这个人呢 经过 那台藏 他那是以莲花为台 在莲花里啊 住了一个世纪 将来就成佛了 所以呢 这念佛的法门 是三根普及 你最愚痴 立顿坚守 无论你聪明的人 是一切的人 还一样啊 都可以成佛 那么说 念念佛就成佛了 这个法门 我说我是不信 这么容易 念念佛就成佛了 借着罗弥陀佛这个愿力 啊 就成佛了 这个你不要不信 这是阿弥陀佛啊 以前和我们的 天的和药 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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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和我们这个人呢 就是三的 所以你要是 好了 我成佛了之后啊 你要念我的名字 你就成佛 两个人都签过字 所以现在 念佛一定成佛的 这是一点 还友 这个念佛啊 也就是众善根 记得我以前讲一个公案 有一个老年人 想要出家 他已经七八十岁了 这个老年人呢 老的 走不动了 哎哟 不知道哪一天就死了 去出家做和尚咯 啊 他以为这个做和尚是很容易的 就 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做了 谁不知 他到七处寄孤独圆 天天这一天呢 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不在 去出几股园圆 出去英宫去 这些个大俄罗汉呢 很多都得鲜眼聪明 一看这个老人要来出家 这些个大俄罗汉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干了 没有什么事情做 一天吃饱了 来了一个人出家 他就要观察人的因缘 要看一看 看看他有没有善根 把这个天眼打开了 一看这个老人 在八万大截以内 觉得没有中国善根 没有中国善根 是不能出家的 所谓啊 莫道出家容易得 皆因吕士众菩提 你不要以为出家这么容易的 谁愿意出家 谁就出家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么这个五个人出家的 经过我考验了一年多 现在我才答应他们出家 去求戒去 那么 那么 可是我也没有观察他们在八万大截以内有没有善根 啊 我就观察他们在这个 对一生啊 我看他们改了很多过 啊 把毛病都去了 把毛病都去了 很多 抽烟的也不抽烟了 喝酒的也不喝酒了 吃药的也不吃药了 有一个人呢 啊 可是 归宜之后 还吃几次药 但是以后又改过了 所以我看他们 暂时的情况是都可以的 啊 他们许可他们去出家 本来还有 好几个人想要出家 我都没有答应 因为这都要经过一 一番的 考试 在 要最低限度一年两年三年 要来考察 古来呀 这个收徒弟 要师父访徒弟访三年 徒弟访师父也要访三年 再来回这六年 然后再成功了 这几个要七年 现在 这是原子时代 所以我考察一年就算了 那么 这个老人呢 想要来出家 这个 诸大比丘大俄罗汉 说你怎么可以出家呢 你不可以出家 你没有善根呢 出家要有善根才可以出家呢 这个老年一听 哈 把心里凉了 我以为出家很容易呢 现在不可以出家了 就跑了 跑了 人家也不留他 他所以就跑了 要留他他都不会跑的 这是啊 所以他跑干什么呢 要去跳海去了 反正出家也出不成 自己自杀去了 正着要往海里跳呢 释迦牟尼佛在后边一把把的抓住 说你干什么 说我想要去出家 释迦牟尼佛不在 七叔几股都圆 这一个大比丘 他说我没有善根 不能出家 所以啊 唉 我都死了好了 这个人生没有什么意思 叫的 我这么老也不会做工了 也不能 也没有人养我 阿玛 释迦牟尼佛呀 你不要跳海了 你回来我收你 这个老年一说 你收我 你是谁啊 你有这个权利吗 释迦牟尼佛说 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啊 那些大比丘都是我的徒弟 我答应了他们大家都不会反对 你跟着我回来了 本来哭哭咧咧的眼泪 躺到鼻子那个地方去了 这回用气往回一收 把这个眼泪也收起来了 把这个鼻涕也收回来了 啊 我破其微笑笑了 啊 那我这回还有 还有点出路 还有一点办法 就回来 回来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落法 出家 啊 受戒了 党师爷给他说法受戒 受完戒 他第一肯就正得出国 这个老年一 因为啊 为什么他正得出国呢 这个很简单 因为他想要死 他把死都喝出来了 啊 啊 因为不能出家 他就要投海了 现在他没有投海 就自己想 已经死了 啊 我已经投海了 所以他 什么都放下了 什么都看破了 什么都放下了 于是乎 就得到自在了 得到自在 就证明了 出国 他这一正出国不要紧呢 所以这个大比丘大俄罗汉 又都有了麻烦了 有什么麻烦呢 奇怪 这个人没有上根 他能正出国呢 啊 咱们不留他出家 啊 奇怪 还正出国呢 没有上根 那不能正国 也不能出家的 啊 这不行 要去 通佛 来来 问一问这个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 到了大家就 释迦摩尼佛先靠朝经理 释迦摩尼佛这个佛法呀 我们本来脑筋很清楚的 要有上根 才可以出家 有上根 才可以正国 这个老人 既没有上根 他现在又出了家 也正了国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佛法讲的 怎么不 一点都不公道了呢 不公道了 释迦摩尼佛 你问这个问题呀 你们这个大俄罗汉呢 只能看八万大决以内的事情 超过八万大决以外的因果呀 你们就都不知道了 我告诉你呀 这个老年人呢 在八万大决以前的时候 他呀 在山上斩柴 是一个小子 打柴的 这么一个老年人 这个时候啊 因为很多老虎 他在这斩柴那边 就来一只老虎 这个老年人一看老虎来了 我上树了 老虎不会上树 大人你就没有办法 于是乎 就到了树上 这个老虎看他上树 就往那跑 他也比这个老虎 跑得也快 他上树上的也不慢 跑到那个树上 上面去 这个老虎啊 问题一跳也够不着他 咬不着他了 这个老虎也非常聪明 不是普通的老虎 普通老虎啊 没有这种的智慧 这个老虎你是怎么样 你上了树了吗 我把这个树咬断了 你就掉下来了 那时候我就会被我吃的 于是乎他就用他这个虎牙啊 咬这个木头 刻这个木头 你看那个老鼠 都可以把木头刻出窟窿来 刻断了 何况一个老虎 这一棵树啊 虽然很大一棵树 这个老虎啊 多一口又一口 那个老虎咬 咬那骨头都咬得 人骨头它一咬就咬得 像面粉那么碎 最有力量的 所以把木头一咬 咬了几口 这个树啊 断了一半 这个老年人可喝的 坏了 这个老虎这样子 怎么办呢 于是乎他在这个 命入玄思的时候 这个生命好像一条头发掉 这么危险 他就想起来 人人都到紧急的时候要念佛 我现在也念佛了 于是乎他就念了一声 那摩佛 怎么一声那摩佛 老虎就给喝跑了 也不咬这个树了 所以呢 以后他就忘了念佛了 因为呀 所以在八万大街以内 也没有再种善根 但是他在八万大街以外念了 这一声 那摩佛这个善的善根种子 现在是成熟了 所以他出家 出果 这是呀 这个老人的出家的一个因缘 由这个因缘看来呀 出家不是随时便便就可以做得到的 有的人 天天念的 说我出家 我出家 我出家 出了一辈子家 还是在家里 没出去这个家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善根没有成熟呢 有人问 就是这五个人呢 在八万大街 你不知道在八万大街以内 怎么种没种善根呢 为什么就许可疼出家呢 我告诉你 因为他在我这一年呢 已经种了很多善根 天天的念愣言咒 天天呢 又拜唱 又干什么 就已经种了很多善根 所以呀 我相信 成佛都有余了 所以呢 我也答应他们出家 我也答应他们出家 可是他们种善根呢 都 随种随样 都 保留下来 不是啊 随种善根 随又把它掉了 种了善根 又把它掉了 掉出去 在这个 这个 结识经典 就是咸首宗 天台 现在 很盛行的 就是天台 所以现在 所以到天台 这个 解识经的 是道理 在 讲七种例题之后 然后 再讲 五重玄意 这五重 就是五层 因为有这五层的 玄妙的意思 那 这个第一 是实名 为什么要有实名呢 因为 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经的名字 知道它的名 你故名思义 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好像这个人呢 你 都是个人 可是你这个人 有一个特别名字 叫什么名字呢 回者 叫张三 回者 叫李四 都有个名字 由这个名字 实名 然后 贤体 贤体 就是你这一个人 名字有了 你这个身体 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是个瘦的 还是一个肥的呢 或者是一个高的 或者是一个矮的呢 所以你要认识 这个人的身体 你认识这个人的身体 不一定 看见他面 就认识这个人 你就看他这个背影 看他这个行 一定就知道是谁了 这是某一个人 所以第二要贤体 第三 有名忠 忠的 是忠曲 以什么为忠指 忠曲 也就好像人有一个职业 这个人是个 他是一种什么 以什么为他的职业呢 第三名忠 第四 有论忠 用呢 就是利用 力就是力量的力 用 就是用途的用 第五呢 判教相 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啊 就以单人力提 所以啊 这首佛说阿弥陀经 这是个经的名字 也叫施名 第二前提 那这一部经 那这一部经 以什么为提呢 这一部经 是大乘法 出于大乘法 所以呢 它是不问自说 那么就以啊 这个实相为提 实相 什么叫个实相 实相 无相 没有相 什么也没有 可是又无所不相 虽然它没有相 虽然它没有相 是个真空 但是 它是无所不相 无所不相 是妙有 它 一切相 都是实相 所以啊 实相 无相 无不相 无不相 没有相 也没有一个不 没有相 也没有一个没有相 没有一个没有相 还是有相 那么有相 也不要指着这个相 这一部经呢 就是以实相为提 这个实相 真如 也就是实相 那个一真法界 也是个实相 这个 如来藏性 这都是实相 都是讲的实相 不过这个名称不同呢 意思 是一个 这一部经呢 就以实相为它的本体 这个本体有了 啊 啊 然后 叫 名中 咱们这一部经 以什么为它的中呢 一定要知道它的 中指 不知道它的中指 你就没有能了解 这一部经的 道理 也就好像你这 认识的一个人 它叫什么名字 知道了 多高 多矮 是 什么样的一个相貌 你认识了 认识它是个做什么人 它是个以什么为主的指业呢 也要知道 然后这一部经呢 就以信、愿、持明为中 信、愿、行 这是修行啊 净度法门的三滋量 滋量 什么叫滋量呢 就好像你要 要旅行 到一个 什么地方去 你要预备一点 吃的东西 这叫量 你又要预备一点钱 这叫滋 滋量 滋量呢 也就是你所吃的和你所需要 需要 用的钱 滋量 你想到极乐世界去 也要有三滋量 这三滋量呢 就是信、愿、行 你首先呢 一定要信 你要没有信心呢 那你与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就没有缘 你要有信心 就有缘了 所以啊 首先要有信 你信 要信自己 又要信他 又要信因 又要信果 又要信事 又要信理 要信 什么叫信自己呢 你要信你自己 你呀 决定可以生极乐世界 你呀 有资格生到极乐世界去 你呀 自己呀 不要把自己看清了 啊 我造了很多罪业 我不可以生极乐世界去 你这就是没信自己 你造的罪业 多不是吗 这回呀 你就遇到好机会了 什么好机会呢 可以代业往生 你造的什么罪业 都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去 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叫代业往生 可是代业 你又要知道 是代啊 徐业不带新业 徐呢 就是徐氏 就是前生的罪业 可以带去 新业 就是将来的 罪业 就是带过去的罪业 不带将来的罪业 你以前所造 所行所做 无论你造了什么罪业 现在你改过自心 改恶向善 那么这个 以前你所造的罪业 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去 不带将来的业 你再知道念佛法门了 你知道啊 不应该造罪业了 那么你还要照常造罪业 和以前呢 一点什么分别没有 那你在造的罪业 不但不能带去 而且呀 你根本就不会生到极乐世界去 你就念佛啊 拜佛呀 你只可以远作 夫妻之音 做一个将来的 成佛的一个本钱 你呀 不能今生的就生到极乐世界去 为什么呢 你明知故犯 你知道啊造罪业是不对 你还仍然去造罪业 好像 你没皈依三宝以前 随便你呀 做种种的 不合法的事情 那可以的 你皈依三宝了之后 你还要去造那个种种的不合法的事情 那不单呢 你不能减轻你的罪 而且还增加 你知法犯法 你知道啊 有法律 你为什么还要犯法律 以前你所犯的法律 因为你不知道 所谓不知者 不做罪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你换去 犯去 那就是罪上夹罪了 所以你要信真了自己 啊 能以改过自心 我决定可以啊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叫信 信自己 信他 你要信真了西方啊 那 确实有一个极乐世界 离啊 我们这个 世界这 有十万里佛度 这么远 这是啊 当初阿弥陀佛 在魅成佛以前 做法葬比丘的时候 他发愿呢 他将来 造成一个极乐世界 十方的众生 发愿呢 愿意生他的果度的话 至不用旁的 至念他这个名号 就可以生到这个极乐世界 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费 这是啊 又容易 又简单 又方便 是又圆勇 既不费钱 又不费力 可以说是啊 这种的法文 是最高的法文 最无上的法文 你至念 南无阿弥陀佛 就可以生到 那一个极乐世界去 这叫信他 啊 又要信淫 又要信果 信什么淫呢 要信自己呀 在往昔有善根 所以才能遇到啊 这种的法文 你要没有善根 就遇不到这个念佛的法文 也遇不到佛一切的法文 因为你有善根 所以在往昔中的善因 今生呢 今生呢 遇到这个 这个净度法文 信愿持明 你也要是啊 你也要是啊 不继续的来栽培你这种的善根 你就不会 成就将来的菩提果 所以你必须要信淫 信果 你信你自己在往昔啊 种下菩提之淫 那么将来呢 一定会解菩提的果 可是啊 你一定会解菩提果 好像种田似的 你种上了 这个田种到地里头了 你必须要栽培灌干 啊 它才能生长 嗯 那么说是啊 我 不知道 我有没有善根 虽然说是信淫 信我自己有善根 我觉得 我自己 没有什么善根 你怎么就会知道你自己没有善根 你又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有善根 常常有人问我 你说你看看我有没有善根 我就答复他 我说你看看我有没有善根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那我怎么会知道你有没有善根 你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个方法令你知道 你因为你有善根 所以才能遇到佛法 你要没有善根 你就不会遇到佛法 这就是啊 你自己应该知道你自己有善根 那么说我遇到佛法 会不会没有善根呢 回着你会没有善根 你遇到佛法 你也没有善根 那没有善根 你要中善根 你要去做去 你要没有善根 你就不去中善根 始终都是没有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善根不善根呢 不成什么问题 只要你栽培灌溉 要去修行 栽培灌溉啊 就是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呢 就是依照佛法修行 佛法叫你 不要饮酒 你拼命饮 生命都不顾了 喝完了酒 偷昏眼花 脑袋要凉半的样子 要爆裂的样子 痛的 啊 这就是自己啊 往那愚痴路上走 佛法叫你不要偷东西 你喝出生命也要去偷东西 在生命里牺牲的 这也是人没有听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 从而言之佛叫你呀 不要达妄语就不达妄语 不要饮酒就不饮酒 不要偷东西就不偷东西 不要蝎饮就不要蝎饮 你要听佛的话 不要啊 我修佛法 完了 净做坏事 啊 就以为啊 哎呦 小巧的毛病不要紧 就因为这个不要紧 就跺到地狱去了 做恶鬼 做畜生呢 都是因为这一点点不要紧 所以就去走到那个途径里 那么这样啊 信你有善根 将来啊就解善果 我 信事 信礼 怎么叫信事呢 怎么叫信礼呢 你要知道 阿弥陀佛呀 和我们有大因缘 他一定会接我们去成佛 这是事 啊 信礼 你 为什么 说我们和阿弥陀佛有大因缘呢 要没有因缘 我们就距离遇不着这个 净度法门 这个阿弥陀佛呀 也就是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也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念佛成的阿弥陀佛 我們一切众生啊 如果能念佛也可以成阿弥陀佛 这是有个理 有这种理有这种事 我们一套这个事理去修行 啊 所谓 事无碍法界 这个 华人经讲 离无碍法界 离事无碍法界 事事无碍法界 阿弥陀佛有这种的法界呀 阿弥陀佛呀 在自性里边来讲 根本是一个的 所以 咱们就有成佛的这种资格 那么这个讲起事理我还不懂 什么叫事 什么叫理呀 那么我现在举出一个很浅显的比喻 给你们大家听 这个事 啊 就是啊 就是啊 一个事项 有所表现出来 理呢 是啊 在本来就有这个事的表现 有那么道理 好像这个木头 这一棵树啊 它都有可以造啊 房子的 这个理 有可以啊 造房子的 这种的 因素 所以啊 你拿 把那个木头拿回 你造成房子 已经造成了 没造之时啊 这是个理 造成了房子 这就是个事 所以啊 这个事理的意思 就这样 有这种事 见出来 是因为有这种理 所以啊 阿玛现在 有这个成佛的理 但是 没有啊 这个成佛的事 阿玛要念信愿持明 这就能够达到 将来成佛的这种事 这也就是啊 好像这一棵树 具足盖房子 这种理 造房子 这种理 那么 房子造成了 这有事的表现 阿弥陀佛 是众生心里的阿弥陀佛 那么 众生呢 也是阿弥陀佛心里他的众生 因为 这种关系 也就啊 有事有理 但是这个道理 你必须要相信 你也必须要 去实行去 你不能懒惰 如果 譬如我念佛 一天比一天要增加 不是一天比一天要减少 阿弥陀佛念 越多 那个莲花呀 就长得越大 但是它可没有开 等于我们 临命中的时候 我们自己啊 这个自性呢 就升到极乐世界的莲花那去 所以 你要想你这个品位的高相 你要知道你啊 我是升上品上升啊 是中品中升啊 是下品下升啊 那就看你念佛念的多少 你念佛念的多 那个莲花就长得大 你念佛念的少 你那莲花就小 啊 那么说我不念呢 你要念念佛 就不念那莲花又干了 又回去了 又死了 所以啊 这全凭你自己 去啊 争取你自己这个果位 你念的多 实名啊 你深信 深信不疑 切愿 你呀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要实行 就是不能懒惰 所以啊 不能说啊 今天我贪得 睡多一点咯 明天 我再修行 那是不可以的 你不能啊 懒惰 要勤力持命 要勤俭 要特别精进 来修行 才能成功 才能成功 你这个心呢 想要怎么样 就发一个愿 这个愿呢 我们都知道 有四种 这是众生 这是众生无贬 是愿度 烦恼无尽是愿断 法门无量是愿小 佛道无上是愿成 这是四弘是愿 过去诸佛 和过去的菩萨 都依照四弘是愿 而证得佛的果位 而行菩萨道 现在的佛和菩萨 和未来的菩萨 未来的佛 也都是啊 依照这四弘誓愿 而修行正果 这个四弘誓愿 是依照四地 而发四弘誓愿 四地 苦地 祭地 道地 灭地 依照苦地 就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愿 依照祭地 就发烦恼无尽誓愿断的愿 依照道地 就发佛道无尚誓愿疼这个愿 在这个四弘誓愿呢 因为知道众生的苦 众生有三苦 有八苦 有无量诸苦 三苦 这是苦苦 坏苦 贫苦 苦苦 这是众生啊 所有的一种贫穷困苦 坏苦 这是有众生啊 富贵的 可是富贵 把富贵坏了 这是一种坏的 这辛苦 既然没有贫穷的困苦 又没有啊 富贵的坏苦 但是 有这个辛苦 由少而壮 由壮而老 由老而死 这一世一生呢 念念千流 这是个辛苦 所以这三苦 八苦 那么生了也是苦 老了也是苦 有病的时候更苦 等死的时候更苦 生老病死苦 释迦牟尼佛就因为啊 看见这个生老病死苦 所以啊 发现出家修道 其余的朋友 爱别离苦 对于你所爱的人 在种种的环境之下 种种情形之下 也要分离开 这是一种爱别离苦 那么这个爱的分别 分离了 这是一种苦 那么不爱的常常在聚会到一起 这也是一种苦 这叫怨憎慧苦 你看做人 不是有爱别离苦 就有一种怨憎慧苦 你不高兴这一种人呢 在任何地方都有这一种人 和你在一起 作为同事 所以啊 这是怨憎慧苦 又有一种苦啊 是什么呢 求不得苦 所求就不能随心满了 想要得而不得 未得的时候就患得 遗得的时候又患失 患得患失 患得患失 这一种都是苦 这一种苦啊 还有不怎么要紧 最要紧呢 就是五音之盛苦 五音 灾瘦想行识 这是五音之盛 这五种的音呢 好像火似的 肢然而茂盛 火着的茂盛 这灾瘦想行识啊 这五音在我们这个身 身体上 实实可以可以 干脆的 不能离开 所以这种苦啊 是很厉害 这是八苦 除了八苦而外 又有无量诸苦 无量无边的那么多苦 这种苦啊 为什么有这种苦啊 就因为我们在过去生中啊 竟种着苦的音 就是和这个苦啊 来做朋友 不想和他离开 所以就种这种苦的音缘 所以就今生遇到这种苦果 所以你要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要知来是果 今生做者是 你要知前世因 你知道你前生做什么吗 今生受者是 你今生所受的 就是你前生所做的 要知来是果 你要想知道我来生怎么样啊 今生做者是 你今生啊 做什么 来生就借什么果 所以啊 你种善音 就借善果 种恶音 就借恶果 这种果啊 成就的时候 你害怕了 啊 你教得啊 我这么苦 你竟种这种苦音 所以就很去解这种苦果 菩萨 是为音 不为果的 众生呢 是为果 不为音 为啊 就是怕 菩萨 怕音不怕果的 他在音里边呢 在种音的时候 很小心谨慎 这苦音呢 他不种 所以啊 他就没有苦果 假设在过去 他没有明白的时候 他种的苦音 现在苦果来了 他就受 他就啊 很欢喜地接受这个苦果 所以菩萨有的时候也受苦 但是他受苦 他是欢喜受这种苦 他认为怎么样子呢 受苦是了苦 享福是消福 受这苦啊 苦就没有了 就了了 享受这个福啊 这正是消福 你敢种伤呢 是为果 不为音 在种音的时候 他不怕 啊 不管什么 好音坏音 善音 恶音 随便去做 不要紧 这小问题 他就去做去了 这一不小心 不谨慎呢 什么音他都种 等到受苦果的时候 啊 怕什么 哎呀 这真受不了 哎呀 我怎么遇到这种的环境呢 这么苦呢 怕接受这个苦果 那么这个所以啊 你怕接受 你当初就不应该种啊 你种这个苦因 所以就接着苦苦 那么现在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乌有重苦 但受诸乐 看那个地方呢 一切苦都没有 无论你三苦八苦啊 无量诸苦 什么苦都没有 那种人呢 都是清净 都是清净 也没有贪心 也没有嗔心 也没有痴心 也没有痴心 没有三恶道 啊 为什么没有三恶道呢 就因为没有 参嗔痴 这三毒 没有三毒就 没有三恶道 三恶道就是由三毒变现 这个度众生啊 佛度一切众生 而无一众生 始灭度 那么 这是发心 要啊 另一切人 是明白佛 另一切人 是离苦得乐 另一切人 都得到 小物 那么 这就是啊 度众生 可是啊 你度众生 不要度众生之相 度生离相 度生 不要着相 哦 这个众生是我度的 那个众生也是我度的 我度的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哦 我度了九个众生 我又度了十个众生 你这一算 哪有个数目 度众生应该没有数目 你有数目就是有所指着 没有数目就是没有指着 度而无度 无度而度 这是啊 真正的度众生 啊 外边的众生 固然应该度 你自性的众生也应该度 你自性里边呢 有八万四千个众生 有八万四千个众生 在你里边 你都应该啊 度他们修行成佛入灭盘 那么 这叫度自性的众生 你想度众生啊 就会有烦恼 你不度众生有没有烦恼 也有烦恼 你度众生也有烦恼 不度众生也有烦恼 烦恼有多少 八万四千种的烦恼 八万四千种的烦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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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